那個就是一個小範圍的一個講座 那麼這一次呢 這也是我今年 就是快半年過去了 這是第二次的 第二次講座 因為今年這個特殊的情話 然後原先是一個騰心會議 就是它有一個限額的 現在又開通了這個直播 那麼這個人 在網上聽到我的 這個聽眾的可能會更多一些 這也給我有小的壓力 因為今天上午才突然 才知道這個還開通了直播 那麼這個再一次感謝這個高老師吧 然後呢 這個下午我和大家講的這個題目 是關於賽上研究的 我現在試著我把它切換到 我的這個共享屏幕 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這個這個 說的是看到我的這個桌面了 看到我的桌面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好 這樣我就切換到我的這個共享屏幕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我的這個屏幕吧 可以啊 所有的都可以看到我的屏幕了 可以看到你的打播放模式 可以看到你的打播放模式 好的 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新的内容 是我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在疫情期间 在家里阅读了一些关于赛上的新的研究文献 那么也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因为前面部分的研究 我主要想讲罗杰弗莱的形式分析 以及他整个形式分析对于赛上研究 这个领域的一个奠基作用 这个我讲的比较多了 因为我大概在差不多十多年前就翻译了 罗杰弗莱关于赛上最有名的那本书 赛上及其画风的发展 那么后来也变成了 我给学生们上西方艺术史 和一些理论和美学专题里面 讲到形式分析这个专题的时候 经常取这个罗杰弗莱的赛上分析 赛上研究作为这个例子 所以这是一部分内容 但是我后面增加了大概一半的内容是新的 也就是说因为我这是在这么大的范围内 做的一个线上的讲座 开始的时候我跟高老师联系 只是说可能是深大的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对听众可是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 但是如果是现在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 像全国开放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讲座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观众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做了一个折衷 就是说我把这个罗杰弗莱关于赛上的研究 这部分老的内容作为开始 因为我不能确定听众或者观众 是不是已经了解了这个罗杰弗莱的赛上研究 以及罗杰弗莱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比较系统的形式分析的方法 但是呢我又不愿意 再把这个罗杰弗莱的赛上研究 重新讲一遍 因为这个我讲了好多遍了 所以我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这样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跟听众交流和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折衷 差不多一半内容是我以前讲过的 一半内容完全全新的 那么我就开始我今天的这个讲座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这个赛上研究当中 现在还是这个从国际范围来讲 还是一个三分天下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三分天下 就是罗杰弗莱开创的这个形式分析 这个一个路径 然后后面这个一串 这个就是这个路线 一连续的这个 大量的学者跟进的 这个继续对赛上进行这个研究 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 主要就是 是协设分析 那么这个协设分析 关注的主要是这个 赛上的这个绘画 创作的这个画面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visuality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视觉的东西 视觉看到的东西 视觉性的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呢 就是 是这个 是是 玛耶·夏皮罗教授 他在六十年代 这个开创的一个赛上研究的新领域 或者说一个新的路径和方法 那就是 我把它载切概括为是精神分析吧 因为夏皮罗这个 从过去人们 心意为常的以为赛上的苹果 只是形式 只是形式的安排 赛上的苹果里面没有故事可讲 赛上呢 就是这个 最有名的就是 他的画的是金木画苹果 而苹果呢 就是是纯粹的形式安排 和形式的他的一种探索 所以 他没有故事可言 他背后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夏皮罗通过一层一层的这个 这个这个挖掘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苹果 在赛上那 作为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母题 从年轻年轻时候 他就开始画 画到他去世前还在画 就是苹果 对赛上来说 他不是一般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水手拿来的一个金木 而是有着大量的 这个跟他的情感有关的 跟他的青年时期的 年轻时期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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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性的这个压抑 他对于这个比如说 女性的那种害羞 既害羞又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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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肯忘这种这种这种 这样的一种情感 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矛盾 一种一种情感的这种 这个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然后这个 他跟佐拉的友谊等等 因为他跟佐拉的友谊 跟苹果等等有关 所以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研究 发现这个苹果对赛上来说 他是他 他背后寄托着赛上的情感 他背后其实是一个赛上 他的一个这个 一种某种 某种意义上一种性的一种压抑 以及他要得到升华的 这样一种 途径 这种手段 所以这个当然是 非常的精神分析的 那么 这条路径呢 一般人们称之为 就是他关注的是 这个艺术家的sexuality 那么 visuality和sexuality 经常被认为是 是冲突的 或者说是不完全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visuality 他指的是 恰好是要摆脱这个艺术家的 做单纯的画面和风格的研究 而sexuality 他是和艺术家是紧密的关联着的 而且和他的这个 尤其是早年的生活 童年的经历 年轻时候的这个生活等等 是密切关联的 所以说 这个 这两种这个研究呢 是构成了赛上研究里面的 应该说是对立的两极 那么第三种这个研究方法呢 就是使徒 或者说正好是把这个visuality 和sexuality 打中的一种研究法 那就是现象学了 因为现象学它这个 使徒消除 过去的哲学里边的 大量的二元对立 比如说这个肉体和灵魂的对立 人和自然的对立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身体里边的 它各种感官之间的 不能说对立吧 但是它是一种分割 比如说触觉和视觉 是分割的 而且在这九十七下半夜以来 这个有很强的心理学和 这个神念心理学 包括生理学 都在探究这个视觉和触觉的那种 那种这个分割的一种状况 有不同的感官 不同的感觉 那么现象学生它要打通这些 这种二元对立 打通这个人的感觉的各种 各种这个风格 它想要这个就是 泰斯说的是 人作为一个身体 作为一个身体 它作为一个整体 它如何和周围的这个 周围的物 周围的这个世界 怎么 怎样的一种 一种沟通 怎样的一种互动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总体来看 赛上研究 它是围绕着这个 这样三个方向进行的 每个方向都有这个 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代表 比如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形成分析 主要是罗基夫来 这个精神分析 那是夏皮罗 现象学呢 当然是梅罗庞蒂 因为梅罗庞蒂 对这个赛上 做了很强大的 这个现象学的研究 某种意义上 他最近我才看了一本书 是说 事实上梅罗庞蒂 不仅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谈了赛上 而且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 特别是那个 知觉现象学 大段大段的 他没有在谈赛上 但是呢 他用赛上的画面 赛上如何感知周围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环境 这种方式 来来说他的哲学 而且他的这个哲学 我们读过梅罗庞蒂 就会知道 他和经院的 哲学 他和他和学院派的哲学家的这种 这些用词都不一样 所以他也有的时候 让我们感觉很 比较难懂 因为他 他要 他要把这个 把这个学院派的 这个哲学的 这种二元对立的状况 都要给破除掉 他要重新形成一套 他自己的一种 研说方式 那怎么来研说呢 他其实在 背地里面都隐藏着赛上 很多的 他大段大段的 哲学演讲 其实背后都是赛上的画面 一个赛上 一个赛上的画面 这是最近我看到了一本书 他 这个在 在讲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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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赛上的 这个关系的 所以 这是三个大的路径 但是 我今天谈的 当然不可能 就是说我 三个路径都 都谈 我今天只谈的 就是这个 三种方式和 三种研究路径当中的 这个形式分析 因为这个 我认为是最基础的 这个我认为是最基础的 因为我不能确定 我的这个听众当中 是不是对于 罗杰夫来的赛上研究 已经有 有 有 有比较 比较 系统的了解 所以我 我这部分呢 前面这部分的 相当于是做一个铺垫 我仍然会说 罗杰夫来的 这个赛上研究 就是说 他通过形成分析 来研究赛上 树立起一个 基本的一个 就是概念 就是 赛上研究当中 形成分析 扮演了一个 怎样的角色 为什么赛上的 这个 为什么形成分析 对赛上的 这个 规划的研究 是特别管用的 这个 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我前面部分 我会 我会 这个 重点的讲这个 那么 后面的部分呢 我会 这个 就是在 在延续着 这个 后来之后 人们继续用 形成分析 这种手段 来这个研究赛上 他们又 又推进到 什么样的一个 前沿 应该说是比较前沿 因为我最近 在读的那本书 是2008年 这个出版的 他的论文 这个也就是 在最近几年发表的 就是 2018年 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也就是去年 前沿的事情 还是比较 比较 前沿的 所以 我的整个的 讲座的目录 其实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 罗杰弗莱的 形成分析 与赛上研究的奠基 这部分内容 如果过去 听众已经了解了 那么 你可以这部分不听 我大概的时间会 大概会花 大概 四十五分钟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谈这部分 如果你完全了解了 你可以离开 这个 就不需要再 再再再再听 那么第二部分 我想讲的 就是像 富莱之敬 就是 这个新的 就是夏皮罗 这个帕威尔 Karroll 这些人 他们对于 这个 富莱研究的 赛上的 一个 一次重新的 诠释 或者是 对于富莱的推进 或者是 对于富莱的 反正是 他们都对富莱 都充满了敬意 这也是我的 这个一个 讲座的 可以说是 一个副标题 就是富莱和 富莱的赛上研究 以及人们 他对于 后来的整个影响 对赛上研究 整个一个领域的影响 那么我就前面 大概会花一定的时间 要讲一下富莱和他的 富莱的赛上研究 这个 Roger Fry 这个我们很多的 这个听众可能都已经了解他了 就是 他英国的一位重要的 这个 艺术史家和 批评家 但是呢 就是说他 他在 这个了解赛上和 法国 现代艺术之前的 曾经是一位意大利的 老大师 研究意大利老大师的 研究意大利 文艺复兴 和特别是早期文艺复兴的 一位专家 也就是他从事的是 博物馆学 他是欧洲 比较 最顶级的 这个 一个 古典艺术收藏 这个圈子里面的 一位鉴定大师 因为通常人们会把他和这个摩雷里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贝伦森 放在一起来谈 因为他们都属于 就师承关系 或者是朋友关系 都是 这个意大利绘画 这个收藏圈子的 这个鉴定大师 因为 正因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罗基弗拉尔曾经被 这个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 聘为 这个 绘画部主任 这是一个 很高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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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个 结尾 因为 大都会 大都会 我们都知道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一页 他的目标很清楚 是要奔热这个 罗基弓和大一博物馆去的 他要建 他想要成为 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那么这个 但是也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 富莱在 担任这个 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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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碰到了 他遇到了 赛上的绘画 那富莱本人 他也是一位画家 他之前 他之前在剑桥 这个 大家拿着 读的是 这个 本科 然后呢 毕业以后 就去了 法国和意大利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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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一个 很冒险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居然放弃了 一个 未来的博物馆 馆长 这样的一个 好的位置 一个古典学者的 一个位置 去研究 现代艺术 在伦敦 举办了两届 这个 后印象派 后印象画派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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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 策划了两次展览 然后后印象派 这个词 也是他杜撰出来的 Post Impressionism 所以 因为 这个事情 就是 让我们感到 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 因为 古典学者 是自带光环的 因为今天我们 听说 谁是古典学者 他的古文 写得特别棒 他的 他的文言文 写得特棒 他的国学 修养特好 我们会很尊敬他 在西方也一样 如果这是一位 古典学者 他能读拉丁文 然后 我们会 会很受 很受尊从 那么 但是他去放弃了 这样的一个责位 然后去 为现在艺术进行变过 而现在艺术在当时 在二十四季初 完全没有为 为公众 甚至是一般的学者 或者是一般的批评家 所接受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 我认为他是做了 一个很冒险的 一个事情 但是呢 他这个冒险 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如果他是 一个古典学者 他的成就 可能不一定能超过贝伦森 也不一定超过 摩雷里 恐怕也不能跟 这个 恐怕也无法跟 这个像 像 帕诺夫斯基亚 等等这些 这些学者 相提辩论 但是他正因为他转向了 对于欧洲的现代艺术的关注 他开始策展 开始这个 这个评论这些 这些 这些新的画家 新的艺术现象 然后这个 这个他基本上是为 这个可以说是 后印象派这个 整个艺术运动 这个起到了一个 一个至少是 推波 做篮的作用 而对于赛上 他的一个艺术史的地位 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 惦记人之一 因为 当然赛上在小圈子里边 高跟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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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 几个朋友啊 印象派的 圈子里边的一些朋友 都已经了解 都已经非常了解 他是一位 一位大师 是一位很了不起的 但是他是一个小圈子 在学术层面上 就是为这个 赛上早期的名声 确定地位的 基本上是三个人 一个是 一个是 贝尔纳 也就是在 04年到06年 也就是在赛上的 最后两年 最后三年 去拜访他 跟他做了 大量的谈话 然后写出了 被认为是 最 这个 最 这个 真实的 赛上的 这个绘画思想的 因为 在他跟其他的一些 学者 跟其他的一些 诗人 特别是在谈话当中 那些谈话 往往被 被曲解 或者被 被私化 被私意化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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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说 人们一般不会把那样的一些访谈的放在赛上的原始文献里面而只会把它放在对赛上的interpretation 但是他本身已经经过了这个别人的产色了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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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纳不一样 贝尔纳的文献对赛上的采访的这个这个这个记录的文献和赛上交流的这个书信 直接进入这个赛上研究的基本文献 这个一般你去翻翻他的赛上研究的文献就会就会就会有这个区别 你就会你就会看到很清楚很明白啊 这是一位贝尔纳很重要 第二位是德尼 一会儿我要讲到的德尼 法国的画家啊 这个Maurice Denny 德尼 德尼呢 是自己是一位画家 他也去这个啊 拜访过这个赛上 然后他写了 他是最早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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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关于赛上的就是 评论当中 后来认为是最核心的那些内容 是他 是他提出来的啊 那么这个德尼还影响了谁呢 还影响了罗基夫来 因为罗基夫来在他自己写赛上之前 他翻译了德尼的一篇文章 就把他把德尼的一篇这个法语的文献 基本文献翻译成了英文 而且他写了一个序 一个序言 这是这个赛上 差不多是在英语世界可能是最早的 得到介绍和 啊这个分析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所以这三个人呢 就是啊啊 贝尔纳 德尼 和罗基夫来 差不多就三个人 共同奠定了这个赛上 这个赛上早期的文献的基础 就是就是说是三套研究 就是我们如果要去追溯到一个源头的话 这三个人就基本上是是公认的就是是是是是是三位 三位这个大家 啊三位大家 那么那么那么富来他他他他他在呃为为为这个后印象派 特别是为赛上啊 啊这个 这个辩护 为什么要说辩护呢 因为他们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在二十世纪初远远没有得到公认 争议非常的大啊 争议非常的大 而且富来在伦敦举办 呃1910和1912举办的两届这个呃赛上和后印象派的化展的时候 这个呃遭到了媒体的这个呃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质疑和这个批判啊 啊就他处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舆论的一个一个火山的中心啊 啊他被这个呃就被被被被被被很多甚至很有名的这个英国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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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啊 啊这个遭到他们的这个这个批评 然后富来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呃迫不得已的要为他自己的这个呃 呃呃呃呃呃员呃 那同时也是为这个新新艺术为为为为法国的现代艺术 特别是赛上赛上赛上以及赛上之后的现代艺术进行辩护 他就做了很多的演讲 然后也写了很多的文章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展出了很系统的深入的形式分析的一些方法 当然形式分析并不是弗拉伊克人发明的 并不是弗拉伊克人发明 因为跟弗拉伊克同时期的 我们都知道在德国和奥地利德奥的 无论是里格尔还是沃尔夫林 都有比较强大的关于艺术品对于艺术品的形式分析的一些研究 或者说这个方法已经是发展了几十年了至少 但是就是把它大规模的运用到 对于现代艺术的研究当中出来是第一人 那么今天我们说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分析 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了 而且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美学一种理论 那么我要概括的介绍一下 就是它的一些要点是什么 这就是我说我的前半部分已经讲过好多次 因为我在跟学生授课的时候 就是为了他们方便理解而总结出来的一二三式 因为如果不是这么总结的话 我讲完课以后学生听了糊涂了 就是哪些是要点哪些不是要点 总的来说就这么四点 就是弗拉伊克认为在艺术作品当中 这种形式是比主题更重要的表达元素 这个Expressive Elements 表达元素或者表现元素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古典艺术里边的主题 是绝对重要的 因为历史题材 神话题材 然后风景 然后人物 然后风景 进物 它有一个严格的等级字的 那么形式当然也重要 但是形式没有主题那么重要 但是后来把它倒过来了 就是认为形式比这个主题更重要 那么也变成今天已经成为一种 其实已经成了一种教条 或者成了一种耳术能详的一种到处大家都在谈论的话 就是话什么不重要 怎么话才重要 当然就是我一会儿要讲这个 富兰奇是跟今天我们流行的这个形式主义的观点 它是有很多的差别的 特别是它和克莱夫贝尔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两个人在一开始就有区别的 就有区别的 结果他们隶属于同样的一个群体 大群体那是都属于形式主义美学 但是呢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第二点呢是主要是富兰特别强调了 规划当中笔触它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这个在过去也没有的 因为在过去笔触不能 一个首先是不能暴露的 第二个笔触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 不会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笔触它是隶属于你刻画的是什么 隶属于它的对象的 那么富兰提出来 它说它不隶属于它所刻画的对象 它是可以独立成为一种审美对象 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重点 第三的就是它认为形式的关键 当然是节奏和韵律 这也是我们在后来 听到过的关于形式主义美学的 一个基本要点 比如说这个 克莱夫·贝尔登 他把这个形式主义美学 更加的教条化了 或者说更加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更加强化了 更加强化了 那么特别强调的是 节奏和韵律这一点 艺术就是 是 significant form 关于这个 我一会儿还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 在国内一般的 这个读者和听众当中 一般认为 这是 这是克莱夫·贝尔的一个观点 克莱夫·贝尔在1914年的 这个 那本小册子 叫艺术 被认为是 他是第一个提出来 艺术是 这个significant form 我们翻译成 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 那么意味呢 在经过这个 李治后先生的 这个一产生呢 就变成了 内容意涵 那么这就变成了 就是形式里 为什么会有内容了 那么他的接电缩 也就能够 发挥作用了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 在一定程度上 是误解了 这个克莱夫·贝尔和 罗吉夫·莱他们 整个Brogsbury Group 那样这样的 一个形式主义的 一个先锋派的 这样的一个阵营的思想 因为他们是形式主义的 形式主义 其实是排斥主题和内容的 如果讲了半天 他们要宣扬的形式主义 最后又回到内容 或者回到内容意涵 这不是他们的关心 和主要的关切点 当然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 就是我们发展了 这个 是李先生发展了 这个克莱夫·贝尔和 罗吉夫·莱的形式主义理论 把它变成了一个 节奠美学的命题 当然这是后话 但是我们说 后话要建立在前话之上的 而前话是 1910年 罗吉夫·莱 就在他的讲座里边 公开地使用了 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 这样的用词 我把它翻译成有意义的 和表现性的形式 特别是在讲到后印象派 特别是在讲到 赛上的时候 弗莱用了这个词 叫Significant and expressive form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 这个弗莱和贝尔的关系 差不多是师生的关系 因为他都像他 少多岁的年龄 然后这个弗莱在 Bromsbury Group 这个里边的地位极高 吴贤尼亚·沃尔夫 最后总结说 我们这个圈势里的人 所有人加起来 对艺术的了解 不如赴莱一个人 这是吴贤尼亚·沃尔夫的原话 原话我可以调出来 随时可以给大家看 他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这个圈势 对于艺术 赴莱了解的 就懂得比我们 所有其他人加起来都还要多 然后考虑到 Bromsbury Group 它是一个团体 它这里不存在 比如说这个significant form 究竟是谁寄出来 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罗杰弗莱 我认为是罗杰弗莱 罗杰弗莱因为在 至少在公开的场合 他1910年就开始用这个词 而贝尔是在1914年才 把这个词当然 就作为一个关键词 发展出了他的 整个的一本著作 这个背后当然有很多 可以推敲的地方 而且我认为这个词 不应该翻译成 有意味的形式 它是一个形式主义命题 它就是应该是 翻译成 有意义的形式 有意义的形式 只能翻译成 有意义的形式 如果我们强调 它是一个形式主义命题的话 那么这是 我要反复讲的 就是Fly跟 Fly跟Bell的 这个 跟Bell的这个 共同的地方 但是呢也有区别 就是 Fly在Bell写了这个书 以后写了一个书评 这个书本来是 这个出版社委托 Fly去写的 Fly因为他对于写一本 写一本理论的书 不感兴趣 因为他是 他是一位艺术史家 他是一位鉴定家 他对于收藏 对于作品更感兴趣 他对于理论的这种 理论性的著作 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事情委托给Bell去做 Bell就是 就写了这个 艺术这本书 然后成了一个 成了这个 行政主义的代言 后来我都知道 这是 就是Bellman's World Group 一个团 一个群体 一个群 一个朋友圈 每天在议论的 在讨论的一些话题 Fly他本人的这个行政主义 他和贝尔是有区别的 贝尔在写完 这个艺术之后 弗莱写了一个书品 这个书品就明确地指出了 他跟贝尔 他不能接受贝尔的一些观点 最主要的一点是 在贝尔那里 它是一个比较强硬的 一种行政主义 就是说 在艺术当中 只需要考虑行政 根本就不用考虑 任何跟内容有关的东西 而弗莱从一开始就认为 还是要平衡 形式和主题的 他到晚年也在修整 他自己早年 比较接近的行政主义理论 更加强调了 比如关于伦波朗 弗莱也有很强的研究 很强大的研究 关于伦波朗 你单纯从行政主义的角度 去看伦波朗 是贬低了伦波朗 说老实话 因为伦波朗的东西里面 有很多这个跟心理 跟戏剧 跟文学有关的东西 如果你排除了这些东西的话 单纯从行政上去看伦波朗 那那个伦波朗是被贬低了 而不是被 可邦的对待 比较中可能的对待他 所以 富莱他和贝尔 这个行政主义是有点区别的 区别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富莱分析赛上的作品 一些角度 因为富莱在他的这个 06年出版的 26年 1926年出版的 这个 富莱赛上极其画风的发展 这本书 这个里面 他是非常系统的 全方位的 这个分析了赛上的作品 那么我给他 又给他调分履息了 就给他分了几个方面 这样方便大家理解 我给他分了四个方面 这也是我在 特别是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让学生能够听得更加明白一些 这个是所做的区分 首先是构图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 富莱有这样一张 很有名的作品 高脚果盘 这个 这是赛上在 他形成他个人风格 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比如说是里程碑色的作品 因为在79年之前 1879年之前 赛上基本上还是一位 印象派画家 就是说他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 这个画面的风格差别 不是特别大 当然他自己有 他个人的风格 这个是毫无疑问 就是可能是天性 是没有 没有这个 就是说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两个人的话画出来 会是一模一样 那么 但是呢 就是说他在 78到79年 是形成了一种 所谓的就是 这个赛上的个人商标 或者他个人的最独特的东西 就是平行的小笔触 平行笔触 也有这个学者把它称之为 叫建构性笔触 Constructed brush 就是这种这种建构性的笔触 它是满腹的 而且是整个一个画面 都是平行排列的这个笔触 所以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赛上个人风格形成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特征之一 而且他对这一点 他是非常非常的自豪的 赛上本人 他是也很明确的 而且他很担心就这一点 赛上他本人 他其实是很谦虚 他老跟别人说 我就那么一点点感觉 但是这点感觉 现在有人想要偷走 谁呢 他指的是高跟 因为高跟呢 高跟他就一天到晚在打 打听 就是说赛上他这个方法是 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然后引起了这个 高跟的那样一种打听 然后高跟他在模仿 这个赛上的画法 然后赛上他开始紧张起来了 就是说 我就那么一点点感觉 但是高跟要把他偷走 他很夸张的跟周围的这样的人数 事实上高跟只是在一段时间 淋没了他的一些作品 然后马上就发展出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这件作品在 整个赛上的圈子里面的重要性 就是高脚果盘 这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 罗伯特 莫里斯·德尼 德尼的这个作品 向赛上致敬 这是一件巨大无比的作品 现在在奥赛 就是说是 德尼和他的 包括他夫人 在右上角的角落里面 然后 他的一群朋友 围绕着赛上的高脚果盘 这样一张旧画 就像他表示自己 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 我刚才也讲了 德尼是最早 赛上研究当中 绕不过去的三位 电机者之一 那么他自己本人 又是一位画家 然后他的影响力 当然是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赛上来说 对于赛上的影响来说 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张画高脚果盘 他还是高跟的一个 一块心头肉 怎么说呢 就是高跟买下了这幅画 然后他到哪里他都带着 而且高跟一直说 这才是画 这才是我的宝贝 珍宝 他就是实际上 他这么说 这是珍宝 然后他说 这才是我眼中的苹果 然后他到这个 你看他到布里塔尼去 这个去 去写生 去画画 然后那边的那个 他住的那个旅店的 这个老板娘 请他做模特 他画了这个 这个女士的一个肖像 在这幅画的背景里边 高跟把这个赛上的 那个高脚果盘 又重新画了一遍 然后他在实际的体会 赛上那种平行笔触 或者建构性笔触的 这种画法 他也把它用在了 这位他自己在画面 前面的那个女士的 这个画法上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那些平行笔触 尤其是在这位女士的 这个穿的这个裙子上面 这个笔触 平行笔触 非常的鲜明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 从一开始 高跟其实跟赛上 已经是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或者两个人的性情 完全不一样 因为高跟在这个画里面 已经明显 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他后来的一些 作品的一种风格的处形 就是他的那种色彩 要比赛上要平面的多 更加像是图绘的 一种平面的图绘 还有一种平面的 一种图绘的方法 那么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 这件高脚果盘的 重要性毫无疑问 在当时 无论是在德尼那里 还是在高跟那里 都是像神开当中 供奉着的神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这样的一幅画 比如说像高脚果盘这样一幅画 罗吉福莱 在他的赛上极其画风的发展 达到他的被认为是 他对赛上分析的 百热化的高潮的 那个第十章 就讲赛上陈书记的 进武画的那一章里边 用了整整九个页码 九个配级 就讨论了这么一张画 一会儿我来讲到 这个Carol Armstrong 是晚金的一位学者 他就是说 用九个配级去讨论一张画 这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 理解的那个艺术史的写法 过去是往往是一瞥 在一瞬间就看完一张画 而且这恰好是 印象派的一个理念 就是在一瞬间 我看到 我画出一瞬间看到的这个东西 赛来居然花了九页篇幅 花了大量的时间 迂回曲折地去讨论这张画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他排除了 这个现代主义的目的论 和排除了现代主义的 这个线性发展的那种 所谓的时间的线性 赛来已经在迂回的 这个前进两步 退一步的这种方法在反反复复地在 在暗示着赛上 他的整个风格发展当中 没有直线的路线可以遵循 没有直线路线可以遵循 他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在 调色不断地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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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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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而不是一个现代主义人们能够通常理解的 那个在现发展的一个模型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 这个书里边 用了很长的篇幅分析高桥果盘 这样的一个一件进物化 那么我在这儿对他 当然做了一些完全简化的处理 然后我把它分为一二三四几个步骤 第一构图 因为构图的话呢 我们看就是沃尔夫林以来 我们说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他强调的是两种最常见的构图 一种是圣奇文艺复兴的水平线构图 一种是巴洛克绘画的对角线的构图 这是沃尔夫林的这个观点 那么我们如果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看 比如说圣奇文艺复兴的作品 就会发现他的水平线的构图 像达芬奇的这个最后的晚餐 是典型 他最容易产生一种均衡 一种平静 一种庄严 这样的一种审美感受 他给给观众的就是一种 完全平衡的画面 一种均衡的画面 一种庄严的画面 再加上他的这幅画 把文艺复兴的一些重大的成就都融会在一起了 比如说透视线等等 就是在这个画面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总体来讲 就是这幅画的平行的 就平行于画面的这种构图法 只平行的构图 是圣奇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种构图 那么同样的一个话题 同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最后的晚餐 丁托列托却会把他 这个桌子沿着对角线的角度摆放 因为丁托列托和这个巴洛克的画家 他发现我平衡构图 你再也画不过达芬奇 或者再也画不过拉菲尔了 怎么办呢 就是他们要寻找别的出路 其中出路之一就是 我打破这个圣奇维复兴时期的那种水平线的构图 我就采用那种对角线的构图 以此来强调那个众生感 一种运动感 整个画面它都不再是平静的 充满了运动 还有呢就是整个画面 它有一种这种不安定 这种动荡的这种情绪 它传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那么如果我们在构图上 我们了解这两种典型的构图 然后再回观赛上的高脚果盘 我们就会发现赛上的构图 其实是差不多是整合了这两种构图法 一种是维护芬奇的嘴皮线构图 它这张桌子 大家注意看 这张桌子它是完全平行于画面摆放的 而且这张桌子的上面那条边线 几乎是在整个画部的二分之一的中央 这种画分其实是在 其实会容易产生一种很单板的很死板的效果 不容易画好的 在构图上是很单板的一种果 但是赛上却通过什么呢 通过它把主要的这些对象 放在一个安排在一个对角线上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个左上方一个高脚果盘 然后在中间一堆像金字塔一样的苹果 然后在右下方一把水果刀 都是在暗示着这样的一个对角线的方向 所以赛上在构图上就已经 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所谓的intention 就是一个意图 就是它想要综合维福星时期的画法 还有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常见的对角线的构图 那么这样一来 它就是说既获得了一种宁静和庄严感 因为我们看到这段话好像不能动了 就是说你苹果稍微拿一下移一下 它的平和就会打破 每个地方它都是很稳健的 同时它又不会产生一种过分的均衡 所带来的这种死板的效果 因为它把主要景物放在对角线上 这样就破除了二分之一画面的那种单板 所以在构图上它已经是一个 省现了一种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里面 然后第二个方面 我要讲一下这个笔触 笔触也是弗莱强调的最多 也是我认为弗莱对于西方的绘画 分析当中贡献最大的 当然他不是他一个人 其实莫莱利和贝伦森对于笔触 都是很有讲究 就是说这是一个鉴定家 这是一个鉴定家 一个一个鉴定家最最关心的 最最容易关心的这个 这个小的东西 但是呢却是行家离手 因为行家离手不会去看那些 画的像不像这些 他只会看这个笔触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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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地方 什么是笔触呢 我这个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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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这个 数代字器的给你列了几条 列了几条 这个非常数代字器 因为这是我给 我前面讲过了 前面部分的内容 我是给学生讲坑的时候用 笔触是指这个画笔触 画纸或者画布的一个痕迹 那么最小的笔触就是一个点 当这个笔触比较宽阔的时候 因为你一点点下去 点的比较宽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面 那当这个笔触比较长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条线了 当笔触形成了是有规律的运动的时候 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这个时候我们便称之为书写 或者干脆就叫书法 这个是这里边至少是 比如像第五点 是弗莱特别强调的 就是这个画面 刚才我刚才我用的是个整个画面 接下来我取了一个绝部 你就会看到这张画是从左下方到右上角 它是连续的排列的小笔触 从这个绝部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晰 就是说这种这么严谨的这种笔触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意 或者说一个创新 因为一个是暴露笔触本身就还不多的 异想派开始暴露笔触 但是异想派的笔触不会像这么 这么有规律的这样的一种笔触 异想派的笔触 它是因人而异 但是大部分就是说绝大部分 这个除了赛上之外 就不会有这样的规律的这样的一种笔触 一种情况出现的 而这个参加是赛上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这个sensation里面 就是说保留的那么一点 就是最最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他的他的那个 他对于画面的持续感的那种要求 他对于比如说苹果上的那个 这个这个 你说他是激灵效果也好 也可以说他是在营造这个 这种这种重量感 那种很接舍的体快感和重量感 都要靠这个这些笔触来形成的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 一点点现象学 就是说赛上在充分考虑到 他这个视觉里边的 他的里边的这个触觉的这个成分 因为人的这个对于颜色的这个反应的 其实是两种反应 一种是就是产生的一种色彩反应 就是他作用于我们的死网膜 我们就就看到这个 因为看到这个色彩而兴奋 看到色彩而形成的一个 死网膜上的一种一种反应 其实我们看到的 其实对于色彩的所有的反应里边 都还包含着一种就是我们不自觉的 过去在古典的绘画里边 也从来不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种触觉感 也就是说一种什么呢 一种一种这个一种叫做肌肉运动 就是也有翻译成激动的 激动一种激动运动感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色彩的时候 不仅仅是我们的死网膜有反应 其实是我们的整个身体都有反应 所以这种这种触觉感 这种这个色彩带来的这个两重 至少是两重意义上的这个效果 在当时就哲觉地把握到了 当然这个这种说法里面 后来有很多现象学的这个说法在里面 当然今天也为神经脑科学 神经科学所证实的 就是我们的对于色彩的感觉 不仅仅是视觉的其实不仅仅是视觉的 其实它都伴随着我们的这个肌肉运动 身体运动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就是后来不仅是现象学家在讨论的问题 也是现在的神经科学在讨论的问题 那么你在这一点上 你就会觉得赛上是特别的走在前列的 就是说是非常前列的 那么富莱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体会和研究的 因为富莱在为这个 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画展的时候 被骂得最凶的是 说他是个骗子 他把后印象派 他把欧洲的那些骗子 那些出自滥造的 那些没画完的 那些未完成的话 都拿来展出了 那么观众为什么说 他们那些话都是未完成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笔触 全部暴露在外 所以富莱在他的书里面有很多为这些笔触进行辩护的段落 其中有一段我就摘录了一段 他是说没有哪个问题像物质的车底 就是一幅画上面的材料 那样让公众来百般挑剔的 这种挑剔有时候会形成一种 强大的一种舆论压力 一种偏好 可以凌驾于艺术家之上 所以像伦伯朗的学生叫杜奥 和杜奥的学生叫凡德维尔夫 他们的画那种光溜溜的表面 是为了深演一种猛昧的鉴赏需要 而加于绘制 一般而言 荷兰画家就被就现在最后加工完成的 所谓加工完成就是抛光 最后一道程序 finish 加工完成这样一种虚伪的表面上 不敢使用更有表现力的方法 那么正是这一点 使得伦伯朗成为出类拔萃的典范 正是伦伯朗在其晚年 其实是握着材料的充分表现潜力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惰性的 相反材料为观念所渗透 并仿佛为观念所减化 因而画面上的每一颗粒子 都变得灵动起来 颜料粒子 变得灵动起来 至于这个灵动 是不是跟中国的七岩顺动有关 国内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 我非常尊重的学者 杨世良教授 杨老师 他写过一篇长文 讲这个弗莱 对赛上的研究里边 所用的一些关键词 多来自于中国的六法 七岩生动等等 因为七岩生动是最早是 六法最早是 一位英国的汉学家 叫劳伦斯·宾庸 翻译成英文的 而劳伦斯·宾庸 恰好是弗莱的一位朋友 很要好的朋友 弗莱对于中国画和中国书法 北中国艺术 本来并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通过劳伦斯·宾庸 他突然发现 中国的绘画是如此讲究笔法 所以弗莱是一个很少的 在西方 居然用handwriting这样的词 来研究绘画的 因为handwriting 它是属于一个书法问题 而不是绘画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然就是杨斯·宾老师的研究 他用的是 其实还是语言学的研究 就是语言学 他调用了那些关键词 他是怎么 弗莱是怎么用的 这些词跟劳伦斯·宾用的 这个关系 应该说这是一个语言学的 语料库 语言学的一种研究法 但是没有找到这个 其实没有找到一个审则的一种证据 说弗莱 他跟劳林斯·宾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和一个课题 那么 比如说这个福莱对这个赛上 他们的笔触问题的 本身的审美价值的这个 这个辩护呢 他的辩护的策略其实是很巧妙的 一个是借用了可能是东方的美学资源 比如中国的美学资源 这个我们展现不谈 因为不是我今天的主题 第二 他其实是很巧妙的 就把他追溯到比如 晚年的伦伯朗的作品 因为晚年的伦伯朗的作品 也开始大量的暴露笔触 然后强调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物质材料的那种表现性的 这个 这个 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伦伯朗的 四华像的一个局部 我们会看到伦伯朗的话 跟他的学生 这个杜奥还是凡的维尔夫 那种光溜溜的话 完全不一样 他画的不是光溜溜的 他里面是勾勾侃的 他这个各种 颜料的类子 各种这个笔触是暴露无鱼 当然就是你可以说 这个因为 他要画的是伦伯朗晚年 他这个宝金风霜那张脸 勾勾开开那张脸 上面还有各种老年班 就是这个班点和字 红色的那个 这些 所以说他的 在伦伯朗的这个制画像里边 他的这个这种暴露的笔触 和他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他还不能说是完全独立于这个主题之外 但是呢 伦伯朗他有 有很多的作品 更加强调的是笔触本身的表现力 而不再是 而不再是这个一个 他要画的像不像 或者说他要 他要 输到的这个形象 因为我们可以举一些 特别是他的一些这个 这个树苗和塑写 这个例子 但是他有一些树 他有一些油画 甚至多 都有更加强大的这个 比出的这个表现力的问题 这些公认的这个 伦伯朗晚年 这个一张树苗的解作 现在藏在这个大业博物馆 这个 去年 去年刚刚去世的这个 Simon Smith 哈佛大学的教授 这个 他关于这个伦伯朗的这张树苗 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描述 或者说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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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描述 他说这个 一个熟悉的女子 这个 at the British Museum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asters fiest drawings 就被普遍地认为 是这位大师最优雅的 最精美的 树苗 那么他用了 卢伯朗用了powerful drawings and peerless economy 他用了这个 强有力的比出 和无与伦比的简洁 他的 灵活的 his swift brush 就暗示出了 his model's home and the atmosphere that envelopes her 就暗示出了 这个模特儿的 这个形色 以及包围着 他的这个大气 大气氛围 因为他后面有阴影 打出了这个氛围 然后整个一张树苗 就是完全是用 那个毛笔画出来 这在伦伯朗那里 也是一种罕见的技术 因为伦伯朗 更多的用钢笔 和用其他的这个材料 来画素描 单纯用墨水和毛笔 来画的话 这个不是 不是最常见的 所以他说这是 对伦伯朗来说 也是比较罕见的一种技术 后面一段 我认为更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说你看看这张纸 looking at the broad liquid brushstrokes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sheet 这张纸的 lower part 就是这张纸的下面部分 那些宽宽的 broad 宽宽的 liquid 水墨淋漓的 这样一些笔触 Western 21st century eyes 用西方人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 为什么要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呢 因为西方人一直到20世纪 恐怕都看不懂 伦伯朗的这一类作品 他们当然不会称之为是作品 只是一个缩写 就是说 总之他好像是未完成的 总之他是一个 一个草稿 一个协作 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 但是 由21世纪的眼光来看 就不一样 因为 It is hard not to think at least for a moment 他说他难不让他联想到 哪怕是就有那么一刻 联想到什么呢 of the fine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人们所知的 中国和日本的书法家们的 最优雅的作品 或者是 杰出的抽象表现主义者的作品 因为正是在20世纪 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月以来 整个西方他经历了 对于中国和日本书法的重新认识 对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个重新认识 然后回过头去发现 原来这么抽象的大块面的笔触 多具有这么强的表现力 所以他们才看得懂 而这种 他给人这种什么样的印象呢 that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absolute spontaneity but that are of course completely controlled 就是一种绝对自发 spontaneity 绝对自发 而且同时呢 与此同时 当然他又是completely controlled 他又是完全掌控的 因为绝对自发和完全掌控是一对矛盾 你要做到完全绝对自发 很有可能就不可收拾 因为你要自发嘛 就不可收拾 你要做到completely controlled 你要像完全掌控这个画面 你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变得战战兢兢 有可能就变得很谨慎 然后就没有任何自发可谈 也就是说 这幅画就会变得很可预知的 就是说可以预想的 可以重复的 但事实上 龙布朗的这一届 比如这一类的素描 是无法重复的 因为他完全是 带了很强的自发性在里 几乎是在可能几分钟之内 他就画完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很高级的技术 这个也就说明了 这个其实 西方人是很晚才明白这些道理 但是咱们中国的绘画思想里面 就是向来就是有这样一个 晚点 就是说你画完之后 你就要修有成主 而不能是土土改改的 修改了 又不知道自己怎么画的 但是这种修有成主 这种一气呵成 又是建立在长期的书法 和造型的训练之上的 所以他对于毛笔的控制力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 心研手法的这个控制力 这个是恐怕是全世界都是最 最挑剔的一种控制力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文化的画家说 第一堂课是教他是怎么执笔的 但在中国一定是教你怎么执笔 怎么拿毛笔 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 后来在为赛上辩护的时候 追溯到罗马朗晚年的这种 这种高级的这种比法 然后呢 这里引用了又加入了一个 三姆斯利夫教授的去年刚才是 我没记错的话 他的个人的图书收藏 现在都在拍卖 我正在游说我们这个领导 就是要去把它买下来 因为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著作 这些著作 这些书他的个人收藏 西方艺术史家的个人收藏 恰好是填补我们过去几十年 或者是半个世纪多 跟西方隔绝的 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一段空白 因为你新书买 新书当然亚马逊都可以买到 但是呢 恰好是一个学者 他一辈子的经纳 他的一辈子的心血 他的可能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图书收藏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些 然后我们再谈到这个笔触问题 就是说如果刚才我们说 这个高脚裹盘 在上已经形成他个人风格 一种平行台列的一种平行笔触 那是很有严谨 那是很严谨很有次序感的 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就在 一般讲他晚年的就1895年以后 到最后的十年吧 他这个画风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大胆 就是他在这个落笔的时候 他不会再局限于一些 很细节的东西 而是大块大块面的 就是把握他的这个对象 就是最主要的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设置 设置关系 还有这个空间关系 就大块面的他掌握了以后 然后很多呢 就是说他其实是只是 就完全就是不再是 不再是斤斤计较的去 去参考这个这个现实当中 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 应该怎么画 他其实上他已经形成了一个 色彩语言的一个 自身的规律了 因为大块面 他组合好了以后 他要求你这么做 又必须要这么做 然后就这就是我们讲的 在他的母题 尽管他和现实保持的联系 但是一旦他确立了一个 大的框架以后 他的色彩就像音乐家 实现了这个调制的转调 一样就开始开始转 开始转换 按照自身的规律转调 所以这是一个他的 特别是在上晚年的作品 越来越大胆的出现了 这种 他就好像越来越抽象的 马赛克式的 抽象的色块 但是呢 他又跟现实保持着联系 这就是他很了不起的 他也是他区分于 区别于后来的 立体派的一点 因为立体派 他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种 很逻辑的一种科学的 一个就是色彩的 和这个形成的 本身的一种分析了 而这个这个这个对象 特别的瓦解 如果我们看到就是 赛上一些真正意义上 未完成的作品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是怎么来 这个传达他的这个 对于这个外部这个世界的 这个一片风景的 这种感受 但是他画 他在他在晚年 他在他在1902年 他在自己 这个在 在这个 自己的老家 X 附近这个 买了一块地 在山坡上盖了这个 盖了他的画石 然后他可以望到 可以看到前面的生物 这一片他画的是他的花园 这一片他画的是他的花园 但是背景里面留白的部分 是他没有画 这个地方应该是哪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巧妙的 非常棒非常棒的一张 这个 虽然是未完成 但是我们把握这个赛上的 做画的方法的一个 一个一个基本的要点 当然他不是 赛上的话也不是就是 都是这么一类 就是这是其中一类 根据我待会儿要讲到的 那个帕维尔的说法 赛上有四种 起手 起手式 就是中国人画画主旨 都有其手式的 就是赛上也有四种 起手式 就是赛上有四种 这个构图 和四种开始 这个把握对象的方式 这是其中一种 这是其中一种 好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构图 讲了讲了笔触 然后接下来我们 我讲一下这个线条 因为线条也是 很根本的 大家就是 严格意义上来讲 最最根本的 这个形式元素是这 但是呢 这才是 很难 准结的 很难 就是作为一种规律来谈的 因为色彩是 最最根本的 要跟这个 具体的对象 和具体的话 做一张一张 就是没有两张 赛上用的色彩的方法 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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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要 他要 就是色彩太独特了 所以 这个有一些朋友 在听完我的课程以后 说老师你怎么没 没讲色彩 我说 是什么是要 一张一张的来谈 一张一张的来 来对待 而不能 无法抽离出来 但线条相对来说 稍微抽下一点 我们说可以 可以说的 比如这个 现在在奥赛的 这个 赛上 在他的 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的 80年代后期 就是完全成熟期以后的 跟那个 前面那张 那个高脚果盘 大概有十分点的差距 你一看就明白 那个高脚果盘 在赛上画得很紧 但是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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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力过猛的感觉 这张呢 它是 色彩地上的和谐 然后是很松弛 画面地上的和谐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张画 虽然有一些 线条的这个影子 多多少少有一些线条 但是呢 你再仔细看 它没有一条线条 是完完整整 这是我们讨论 赛上的线条的时候 最最 值得关注的一点 就是赛上 似乎不愿意 画出一条 清晰的线条 当然也有人说 它是因为画不出 有一些 学院办法家说 它是画不来这个树苗 所以它画不出 一条完整的线条 还有一些 这个 这当然是 完全是 胡叶乱语 因为你去看 赛上的这个树苗 你就会觉得 赛上的树苗太精彩了 因为它完全可以 画出非常精美的线条 而且完全有 控制力的线条 完全是这个 在它掌控之下的 那些线条 那么还有一种 当然是现象学的做法 现象学的做法 这边是 梅罗旁迪的做法 是说 赛上 赛上是 赛上的所谓的困惑 赛上的犹豫 赛上画下 每一笔的时候 就像孩子 说出第一句话那样来 因为孩子 他要经过一个 他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 内话父母的这个语言 这个过程 才能够从 发出一个单音词 到双音级的词 只会说几个单词 然后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这就很难的 说赛上画画 就像孩子这个说话 是很难的 赛上很难 赛上每次画画的时候 他都是这个 就是说 他都是困惑的 他都是犹豫不决的 所以他的 反映在他的笔下 就是他的线条 是断断续续的 当然就是 这可能反映出了 某些创作状态下的 赛上的一些状况 特别是在面对 特别是油画创作的时候 而且是大剑油画的时候 因为赛上的小剑油画 和他的素描和水彩 根本不存在 这个犹豫不决这样的事情 他非常的确定 非常的确定 但是呢 在大剑作品 在一些特别 他讲究 特别 讲究的时候 他会 因为他每一笔 落下去的时候 都要考虑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关系 然后他要考虑到 这个造型问题 光线问题 这个空间问题等等 各种问题都要考虑在内 所以他这笔落下去的时候 是很难的 他有的时候 他给那个著名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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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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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也是第一位 为赛上举办这个 这个个个人画展的 个展的这个 这个涡拉尔 画的一幅 这个这个肖像画 让他做了一百回 差不多 一百个这个回合做了 就每一个回合 如果三到四个小时 就三十百个小时过去了 还在这个涡拉尔的手上 留下了几块空白 然后涡拉尔说 你干嘛不把这个手 把我的这个手画画完了 再他说 我得看看今天下午 我到罗浮宫去 能不能 能不能完成我的功课 如果能够完成 那明天来的时候 我也许能 把你那两块空白画完 就是他 很讲究在这个时候 他就 他就画了 上午 四十小时画完了 工作完了 就OK就不画了 所以我 下午我去罗浮宫了 然后涡拉尔跟他说 你干嘛不把我两块空白画画完 他说 那就看我下午 幸运不幸运 如果幸运的话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幸运 那明天我继续 还是留着空白 最后他都到最后 都没有画完 他这个手 那么 我们讲到这里 看到这张作品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线条 主要是指的是 这个轮廓线 尤其是前景当中 右下角那两个苹果 那两个苹果的轮廓线跌 它和这个中间的身体部分 和有色彩的部分是分明的 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格林伯克后来说 这是美国的一位批评家 这是赛上的作品 生动性的来源 它的现代 它的生动的来源 也是后来就是 立体派和 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 这些画家 最感兴趣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线条 居然可以脱离这个身体部分的 就是好像是不在一起的 第二个大家注意看 最右边这个 特别是最右边这个苹果 右下角 特别是最右边这个苹果 他用了一条 两条三条 起码三四条平行的线 来暗示 这个苹果的轮廓 他不愿意用一条线 把它抠出来 那么这个是什么缘故呢 当然现象以后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赛上不愿意 赛上认为 我们面对周围的世界的时候 一切都是不定的 所谓的一条直线 这种事情都是理智的概念 只是概念 它跟我们的知觉 其实是不吻合的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因为一个苹果 我们看的时候 它不是在一张平面的纸上的 一个圆 那是这个数学里面的圆的概念 就是说以一点为中心 以恒长的距离为半径 说勾勒出来 刻画出来的这个轮廓 这个轮廓我们称之为圆 那是平面上的一个 平面体和里面的一个圆的概念 如果也不然框死了 用一条线把它框死了 它就成为平面上的一个圆 它就不再是一个苹果 就不再是一个球体 也就是说它没有立体感了 它没有一种后退和 和周围空间 那就没关系了 周围也不再是空间 而只是平面 平面的这个平面图案 所以实际上用 罗吉夫来的解释是这样的 罗吉夫来 我认为它很了不起 是因为它 它这些问题 它早就意识到了 实际上为什么会 用平行的引线 反反复复地勾了这个轮廓线 不是因为它一条线勾不出来 而是因为它不愿意勾 用一条线勾了出来 因为用一条线把它勾了出来 它就 这个苹果就不再是苹果了 而是成了画部平面上的一个圆 就是一个扁平的圆 完全扁的 一个圆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球 而是个球 是个球体 也就是说它后面的这个 它暗示着它的周围的空间 它是一个身体 它是个球体 所以这也是富莱所讲的 绘画的双重性的 一个要点所在 就是绘画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块画部 是平的 尤其本质而言 它是平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只要是有具象的要素的话 一幅画总是 意味着空间和立体改 那么那肯定是有一个 这样的话 就有一个深度 那么这个深度和平面 形成了一个张力 而这个张力呢 就是绘画 富莱认为的绘画的 几乎所有的绘画的 就是现代艺术里面的 奥秘都在这个里面 当然就是后来的 毕加索啊 马提斯啊 对这个 对这个 非常的明白 所以他才会发展出 后来的这个立体派 才会有马提斯的 那么确实性 就是说在有一些 赛上的作品 比如说一些 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水彩画的作品 和一些这个 特别大型的油画里面 他确实不太愿意用 用那个 一条线的 把他这个 把这个事物的轮廓框死 比如我们在 他的一些水彩里面 可以看到 断断续续的 大量的反复扣扣扣的影线 这个是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 赛上的 这个这些水彩 带给我们的一种 一种这个生动性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 然后我们感觉到 他的水彩 他的这些 东西 他的整个的画面 他有一种 很强烈的那种 呼吸感 就是他在呼吸 他有土纳 他有呼吸 而不是死板的 就是 蜡像馆里面的蜡像 一样的东西 结果你看到就很像 但是呢 他是死的 他没有生病力 赛上的东西 永远好像在跟观众 做的这个游戏 在跟观众在 观众当然 因为谁是他的 要随着他也要改变 你的视角来观看 这样的话 观众的积极性 全部调动起来 这样的也就是说 他的画就 给我给那种感觉 是很沉寂的 十百 特别是这一张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是巨大的 就水彩画里面 是属于巨大一张作品 通常的水彩画 都是一张纸 S纸那么大 很小 但在这张 是无比大的一张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塞上在这儿做了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认为是 好像是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 比如中间那个 很大的一个水果 一个很大的一个西瓜 它背后用了这么多 蓝色的这个线 你说它是引线也好 你说它是这个轮廓线也好 但是它不愿意 用一条清晰的轮廓线 来勾勒出这个西瓜的 这个状况 而是用反复的影线 来暗示它是一个球体 然后暗示它和周围的 空间的关系 特别是它旁边是一个篮子 然后它背后还有这个 一个空间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塞上的作品 就是在画线的时候 特别有感觉的 那么还有包括这一张 这一张 其实这一类作品 它不光是在水彩里面 和这张画出现 在它的某些油画里面 甚至都会出现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桌子的 那个两边 就是左右两边 那个后退 后退的后缩的 后退的两边 它用了好多线 画了好多线来 来这个来暗示这个 这个桌子的那个 在空间当中的那个后退的教育 这个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 就是那么 这种画如果在当时拿出来的话 学院们看到都会认为 这是草稿 没有根本就没有画完的 或者说是 这根本就不成立的 但是在当时却是 却形成了他个人的一个 一种风格和个人的一种语言 中间那把这个 那把这个 就胡啊 胡上面那个把 有一个手把 把手 把手上面上面 他你看 他都不愿意用 用一条线来画出来 他是用了 用了段段续续的那么多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一个 都是 都是很有特点的一点 这也是罗杰普莱 关于塞上的轮廓线 这个讲的很多的 用了很多的篇幅 去分析他的 胡麻达这个 一个一个 因为这是塞上作品的 一个要害所在 一个要害所在 OK 最后就是 这个第四方面是 讲一下这个造型 造型 造型型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 绘画艺术是造型艺术的 一种吧 然后说这个 造型 你就像我这个不是 给造型下定义 我是举的例子 不是定义 而是举的例子 因为如果你要一个定义的话 你去翻一下词典 我这个跟词典肯定不一样 跟所有的笑才也不一样 我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讲 因为罗杰普莱 在他的观众语境当中 他不需要为这些 基本的关键词 还要先做一个定义 因为人们都了解他在谈什么 但是我们讲这个造型 modeling 这个在数学里面又叫建模 建模 那么凡是具象的作品 都有一个造型的问题 但是呢 还有一个相应的变形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那么 我们说相对正确的 透视 素描和色彩 我们都称之为叫造型 就是这个从真面意义上来讲 但是呢 偏离了常规的素描 或者说空间 或者说透视 正确的透视 我们为之变形 为之变形 deformation 或者transformation 是这个 这个是 这是一个 跟造型 可以说是软身 软身的两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造型 从来都不是对于 现实当中的一个事物的 一比一的 等比例的 完全的一个模仿 因为那不是艺术 因为艺术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东西做一些 比如说理想化 那么让它更美 希腊的雕塑 更美 它不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人 然后呢 就是这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色彩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形 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当然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讲到这个造型 讲到这个它和数学的建模的关系 这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也是造型和数学的关系 等等都有关的一个问题 我们又回到这段话 比如说我们从造型的角度来看 那段话 看它的空间 看它的这个 这些这些事物的造型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的 有些地方有一点 感觉有点 稍微感觉有点怪怪的 就是好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真实的那个形状呢 是有一点差别的 有一些差别的 这个特别是如果你学过这个学过一点画画的这个朋友 或者是建筑师 设计师 他们对于透视比较敏感 就会知道这幅画里面的这个一些一些一些东西变形了 但是如果你看不出来 无所谓 不来他们 他们这个眼光很厉害 他们热眼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你看不出来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有一些现代的科技可以用上 Python用上 就是这个我在政大的时候 这个政大建筑系的 叶俊博士做的一个作业 交给我的一个作业 就是他用那个 Sketchup软件 这个做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赛上的政府金物化做了一个正确的透视图 就是红色部分 然后把这个正确的透视图和赛上的这个作品经过去色彩的处理 然后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赛上在哪些地方做了变形 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或者在这个这个对象上不一样了 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这个盘 这个高脚裹盘 赛上是一边一边这边 左边在画面的左边就突出了很多 歪过去了歪了很多 还有最大的一个变形就在于这个这个玻璃杯 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椭圆 按照正常的透视 应该是两边两个尖尖的椭圆 两边啊 但是赛上却把它往下拉 变成了两个半圆 变成了两个半圆 这个你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红色部分和他赛上原来的这个素描 是完全不叠 不重叠的 它是往下拉的啊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然后这个 富莱在论述这个赛上的变形的时候怎么论述呢 他说 高脚裹盘和玻璃杯的这个圆口 在透视当中 呈现为两个椭圆 而椭圆呢 是能够激发不同情感的一种形状 椭圆和圆形和折线都难以取得和谐 所以人们无需惊讶 便能发现 山上改变了他们的形状 使其两端近于圆形 这一变形 剥夺了椭圆的优雅和轻盈 却富裕了它以庄重和厚实的特征 就像那些球体 也就是苹果一样 因为这幅画的主要的形状是那些椭圆 和是圆形 就那些球 那些球体 还有这个桌子的边线 桌子 这个是折线 而椭圆呢 和这个圆 和圆形 和折线都难以取得和谐 所以在上就把它变成了两个半圆 所以这是福来的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 从画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把一个尖尖的椭圆两端 尤其是变成了一个 两边近乎两个半圆 两个半圆 大家会注意看 这也是叶俊教给我的这个中业里面 他做的一个示意图 就是赛上似乎是在 两个不同的透视的角度 视点看到的一个这个背子 它不是一个 从相对高的一个腐蚀的角度 看到的背子 背口 也不是一个 一个基本上是平视的角度 看到的一个背口 而是它取了一个折衷 而且当然也不是一个精确的折衷 因为数学上也许可以还原出来 这是一个折衷 这是一个什么角度的折衷 但是呢 它凭着自己的哲学和感觉 你就很难完全等同于数学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个 很难设想的一个 一种折衷的一种状态 那么 后来的这个学者格林伯格 在福来的技术上 福来呢 认为这个赛上的变形 是为了 为了这个 这个 它的画面的 形象之间的 和谐的需要 而格林伯格 他再进一步论证了 因为格林伯格 他更加强调 绘画它的平面性 就是它是一块平面的 居形的画布 所以他说 赛上放弃了 被增进或者是正确性 以便是它的素描 或者构图 更为明确的 吻合画布的居形形 干净就说 他也不是为了 画面本身的 各个形状之间的协调 而是让这个形象 成些吻合画布的居形形 那么这是怎么来理解呢 因为格林伯格 他使用一些这样的论断 但是他从来不举例 所以我们 我得找很多例子 去解读他 他有的时候说的是有道理的 有的时候当然说的 也不是完全有道理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有道理 比如赛上画过两个版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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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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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左边的那个 那个 这个 他这个 这个圆口 也应该是椭圆 那正常的 透视相 也应该是椭圆 但是呢 他现在不像是椭圆了 像 开始下 长方形的角度 下 居形的角度 啊 发展 而中心那个 那个 这个圆圆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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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椭圆倒是比较自然主义的 还是一个 还真实看到的样子 就没有任何变形 就是 还是 还是那个样子 就是很 很自然主义 就像是 出来似的 但是恰恰是这个 过分自然主义的 这个 这个 椭圆 实际上 觉得 不满意 这可能是 他直接 处置 他导致 花了另外一个 版本的原因 就是这个版本 啊 我们都知道 就是 在这个版本里边呢 就是 左面的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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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圆 更加像 长方形 像 曲形的方向 发展 啊 而中间 那个 弹子 那个 灌子 中间 那个 弹子 本来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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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的方向 发展 是 他通过 体量 上面那条 边线 啊 原来是 椭圆的话呢 上面一条 是弧线 底下 下面一条 也是弧线 两条弧线 现在变成了 两条 几乎是平行线 然后在两端呢 两端也不再是 也不再是 不再是 这个 这个 椭圆的形状 就是 他是有一定的 弧度的 椭圆形状 而是变成了 有雷有角的 好像两个三角形了 啊 因此 他这种改变 哎 使得这个画 看上去和 他的周 周围的这些环境 跟桌子的 这个边 边线 跟桌子的 这个边线 跟背景里边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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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说 这个 我们中国人叫 五斗 五斗厨 这个厨柜 这个柜子 就形成了 更加 鲜明的 这种 这种 这个 呼应关系 呼应关系 所以 这个 我认为 尽管这 这两个历史 不一定是 格林伯格 做出 做出那个 判断的 那个 那个 依据 但是呢 我觉得他在 这个意义上 是有一定的道理 这么说 也就是说 赛上确实是 改变了 使他的这个形状 放弃了 正确的透视 使他的形状 这个吻合 就是一块 画布的 拘形形状 那么 那么这是 我前面讲的 这个 第一部分 内容 就是关于 赛上的 这个 关于 罗吉布莱的 赛上研究 当中 这个 强大的 形式 分析的部分 已经过了 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后面 得加 加快一点 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 这部分呢 我希望就是 这个 给大家一个 基本的概念 就是 出来为什么 在赛上研究当中 他占有 我们说三足鼎力 他是 三分天下 他可以 得一分 是因为 不仅 他的 这种研究方法 特别适合于 像赛上这样 一个 一辈子 在探究 这个 形式 形式观念 空间关系 事物之间 色彩关系 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 特别 特别适合 对赛上的 这样一种研究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是 他的 他的影响力 还 如果说后人 没有 没有跟上的话 他的影响力 就不会有那么大 因为他开创了 这个路子 后人 后面的几个 一系列的学者 是 在继续 研究他的这个路子 继续在 为我们提供了 就是对于 赛上的作品的 一种 持续的 一种 深入的 研究 做出了很多发现 这里面包括 一些著名的学者 比如说 夏皮罗 后面我讲的 稍微快一点 就是讲的是 像 像 赫来自尽部分 比如 夏皮罗 他在他的 书里面都讲 赛上研究 不可或缺的是 文度里 赛上作品的 编幕 这个一直到 二十世纪末 就在一九九七年 雷瓦尔德的那个 赛上的作品 编幕出版以前 就是大半个世纪的 赛上研究都绕不过去 文度里的赛上作品的 编幕 就是 夏皮罗在六十年代 出书的时候 还是根据 文度里的那个编幕 来写的赛上 那么他后面一句话是说 对赛上的评论和诠释 我这大大受惠 以罗杰夫来的赛上 继续发布了 这是夏皮罗 他在他的 这个 这个著名的 一本杰作 赛上是一个小册词 但是是 研究赛上的人 都绕不过去的 没有一个人 不读的 就没有一个人 就是可以不知道的 就是你研究赛上 居然没读过 夏皮罗的这本书 因为 因为夏皮罗的重要性 我稍微强调一点 因为 在国内 最近几年 我和朋友 陆陆续续的 在翻译夏皮罗的书 他在 艺术史上的地位 开始 他的影响力 开始慢慢的凸显出来 但是在过去 他这个名字 人们听出 他这个名字的时候 只是在 夏皮罗写了一篇文章 批评海德格尔 对于 所谓的 梵高笔下的 那个农民邪的 农妇邪的 这个产色 然后呢 这个夏皮罗 对海德格尔的 这个批评呢 又招来了 后来一位 又是赫赫有名的 大哲学家 当然你说 那大哲学家 也不一定对 因为他本人是一位 否定哲学的 还有什么意义的 解雇主义者 就是说 没有哲学 哲学有些死亡 解雇主义者 就是德里达 这个 然后 好像夏皮罗 加在这个两位 又要谈到哲学 又要回到哲学 两位哲学大师 实际上这两位是 终结了哲学的哲学大师 就在 介于这两位 哲学大师中间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从来没听过 夏皮罗 他的代表作是什么 他们也 也没有看过 所以是这么一个形象 夏皮罗 但是随着我们 现在 我至少 至少有七本 夏皮罗的著作 在中文 在翻译当中 所以 我觉得 夏皮罗慢慢地 会获得 他在中文里面的 一个解锁 人们会知道 夏皮罗可不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小人物 好像是为了出名 去对一下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还有本质 你能给他回信 绝对不止这么简单 这个 他 他的 他是 他去世的时候 纽约时报 直接说 他是美国 培养的 最接触的 最了不起的 就是Greatest Art Historian 最了不起的 这个 这个 艺术史家 因为美国有很多 艺术史家 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 特别是 Panofsky 这些 了不起的艺术史家 不是美国 本土培养的 而 这个 夏皮罗虽然是 出生于立陶宛 但是他是随着父母就移民到美国了 他是在小时候就到了美国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美国成长 所以算是美国本土的了 而Panofsky 他们都是到了成年以后 十五十岁以后才去了 才去了这个美国 因为 因为二战的原因 因为犹太人的原因 这个就去了美国 然后 巧的是 我上 上一个礼拜 正好收到了 收到了 Christopher Wood 他是 他是这个 现在纽约大学的 纽约大学的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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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艺术史的 这个 他 艺术史的一位 他很有名的学者 他 他原来是 在耶鲁 待过22年 做过那边的艺术史系的 等等 他说了我一本书叫 A History of Art History 艺术史的 艺术史学史 这位 Christopher Wood 他去年 十一月份出版的书 他去年 十一月份就寄给我 十二月份就寄给我 但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在家里宰了四个月 一直没收到 所以我上个星期 才去办公室 才收到了他的书 然后一打开 我就很兴奋 因为 他写的是什么 写的这个 你看他 罗里的那个 The Major Art Historians of the Modern Era 现在是其的 主流的艺术史家 他认为 一些了不起的艺术史家 是哪些人 Jacoble Buckhart Iris Regal Avi Warbur Harris Wolfling Ervin Panofsky Maya Shapiro And Ernst Gombrich 就是说 那些德奥的那些人 我们一个个都 卢雷贯尔 布克哈特 李格尔 瓦尔堡 波尔夫林 潘诺布斯奇 布里希 我们都一直在说来 哇 他们都是德奥的 都是德国人 都是用德语写作的 德语就意味着 成克 其实德语 我跟你讲 就意味着 当然一定程度的深刻 但是呢 更多的是学 更多的 我认为是一种 Jaggen 就是一种 学院的那种Jaggen 德国人写的东西 不是深刻 实际上是莫名其妙 所以Panofsky 到了美国以后 他发现 哇 原来美国人是 从上清晰 Clarity And Elegant 就是用清晰 和优雅的语言来表述 而不要那种Jaggen 不要那种 那种 让人读不懂 以为就是深奥 所以在这么一大队 德国人包围当中 Maiu Shapiro 就成了唯一的 跳出来的一个美国人 用英语写作的 用英语写作的 一位史学家 所以他的地位 是如此之高 所以我拿到 这个数以后 第一史学 就给这个 Fris写回了一封信 我说 哎呀我太高兴了 我说 我们俩真的是 真的是很有感觉啊 就是真的是 完全一样的观点 那当然我不否定 那些德国人的 但是呢 但是呢 Maiu Shapiro 就被获略了 极其在赛上研究当中 就是说 我就是在最近几个月 宰在家里 没事干 我在读 关于赛上的文献的时候 读到了 随便我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 人们这么说 杰出的 Maiu Shapiro 然后说 他讨论赛上的 苹果的历史经论 然后人们说 人们可以从他的 进入中发现 他对其主题的 深刻的情感反应 特别是他对苹果 苹果对于赛上的意义 受惠于 夏皮罗优雅的分析 然后是说 首先我将许多重点 放在赛上 想要整合其 人格中的冲突的需要上 在这方面 我意识到了 受到了夏皮罗 特别的影响 然后我们又说 当我们始终抓住 赛上的御者 御者他又批 化了洗澡的人 那在异议的时候 前面提到过的 弗莱和夏皮罗的动见 就变得越来越相关了 然后又说 甚至在有关赛上的 最杰出的评论家 注意最杰出 关于赛上的 最杰出的评论家 说谁呀 我吓一跳 如罗吉弗莱和 Maiu Shapiro 当然 提及克拉克说 他们俩都在大御女 也就是赛上晚年 三张大御女面前退缩了 因为他们俩都没有评论过 或者说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了一下大御女 就不知道怎么说 而提及克拉克说 现在我来说 你们都不说 你们俩是评论 赛上的最杰出的评论家 你们都不说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总得有人说吧 我来说 就自己赫拉克 他自己出场 但他前面知道 他知道前面 是谁是 赛上的最杰出的评论家 他举个例子 就是 如 Roger Fry 在去年刚刚出版的 《告别观念》这本书的 247页 中文版 注意啊 你去查一下中文版 前面的没有 没有中文版 你都可以查到的话 都去查一下 最后一本是有中文版的 我列的是中文版的 这个 这个页码 OK 那么 结合这个刚才 这个 讲到的最后一点 在变形上 就是罗杰弗莱说过的话 夏皮罗是如何推进的 比如说夏皮罗在 在关于赛上的 这幅进武化当中 这么进武化 罗杰弗莱也分析过 但是我认为 没有夏皮罗分析的好 因为夏皮罗对这幅化 掌握的比 罗杰弗莱更深刻 为什么 夏皮罗看得更 可能 对这个问题 更有心理神会 因为他说 夏皮罗的进武化 就是夏皮罗的 这个制画像 是他要处理的问题 当然他把他自己的头 像苹果一样的圆的头 苹果的额头上 那个平行 盘里的小笔触 他都是把自己的头 脑袋当成苹果来画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张画的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张画有意思的地方 是在于 这个人用脑袋 五官 什么跟背景里边的菱形 那些菱形 就是最 最几何形状 怎么协调起来 这是最不能协调的 一般认为 在赛尚做了一个事情 很大胆地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为了让他自己的 五官特征 和背景里边的菱形形状 协调起来 他对自己的五官特征 做了大型的变形 比如说他把眉毛化成菱形状的三角形 他把两个眼睛化成两个菱形状的 一个鼻子化成菱形状的 一个一步不自化成了菱形状的三角形 他把这个大一的翻领 大家注意看大一的翻领 他这个外面有一道大一的翻领 他这个翻领 你数一下 跟我一起数 一二三四 折了四下 这个大领 折了四下 这个大一的翻领 外面这个外套 这个翻领 折了四下 而这个折了四下的翻领 跟背景里边的菱形的形状 一二三四 平行的处理了 一不一样的处理了 然后如果你认为 你认为这个还是赛尚 可能是无意识在这么干的 不是有意的在变形 那么我告诉你 就是赛尚升级点 他的耳朵 就做了很强大的变形 他的耳朵也不算是一个 我们都知道耳朵里边 它是一条弧线 对不对 他在上居然 为了跟背景里边的菱形形状吻合 把它画成了半个三角形 这是在上所有的字画像里边 唯一的出现了半个三角形的这个耳朵 所以这是夏皮罗的一个分析 夏皮罗的分析是建立在 赛尔莱的形式分析之上 又向前推进了 他的那个关于赛尚的那本小赤字 这张这个是公认的 就是后来人们都觉得 你要研究赛尚 或者你现在看懂赛尚的话 这是绕得过去的 然后有一些 就是说人们可能没有多少话可以说的 比如说这个在摩妈的这张话 很震撼 赛尚最大的这个欲者之一 单这个欲者 而且是 不知道怎么谈 不知道怎么看 但是这个夏皮罗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形式分析 他不是一个形成主义者 他是一个多种方法的交叉使用的 一个所谓的这个方法的多元论者 和一个就是打破学科的所谓的交叉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位 一位先驱者 他就认为这是风行里面的一种雕塑 他不是一个悦者 而是一个思想 然后这是一个自我的戏剧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和尘湿的心灵 既活跃越孤独的被动自我的主角 在这里得到了投射 或者话说 这是赛尚他的个人的形象 他最大自然里面的一个投射 当然他这段话其实有这个照片的这个出处 就是赛尚开始的时候画过照片 就是这个南青年的这个照片 但是他把它放在了一个自然环境当中 一个上面是天底下是地 顶天立地的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这个天地人合而为一 然后底下采的是这个水 最底下是他的倒影 倒影又象征着这个城市和所谓的自恋 等等 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 更多的这个这个产生 虾皮罗的产生不仅仅是 我们说是一个形式分析的这个意义上 他在这儿更多的我看到的是 他综合了比如说他后来的精神分析 他对于图像 图像学和图像是传统的所现 以及特别是他的那种 就是那个一个故事 就是用语言来 来描述一个图像的那种能力的 超级的那种能力 超强的能力 因为他拿到怎样的程度呢 比如在上的这个 这个这一类画的他老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别墅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树 一些一些栗子树 他画过好多这个栗子树 我 我我我我看到一次 我偶然在书店里面 在翻翻一个这个 中国著名的画家 这个写的赛上 他在看到讲到赛上的 这一类树的时候 我想他是怎么说 他是一个著名画家 他是怎么来理解赛上的这一类作品 没想到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现在他都画到这种程度了 你没有什么话可说呢 OK 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这是一位大画家说的话 因为 如果你没话可说 就保持沉默 对吧 这就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之一 很活跃的一位画家 关于赛上的这一类树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 他都已经画到这个程度了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然后我非常 当时我就在想 我记得夏皮罗也讲过的 这些树 我当时印象很深 然后我回去又去翻 夏皮罗是怎么说的 夏皮罗说 赛上在这儿重新发现了 穆斯林艺术的原则 复杂的装饰性线条 呈网眼状的难以作目的 注意稀疏的稳定的形式之上 在晚期 哥德色艺术当中 穷顶分散的那个勒狗 经常也来自于简单的柱子 当然夏皮罗也没有讲出很多 很了不起的东西了 但是夏皮罗的视野 因为他研究过哥德色艺术 他研究过穆斯林的艺术 他是因为中世纪艺术 和古代晚期中世纪艺术 特别是罗马色艺术的权威 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就是说他不一定就是说 他对于这幅画 他真的说出了什么核心的 或者根本的重要性的东西 但是夏皮罗的视野 就是用那么两三句话 他就觉得赛上了这一类作品 好玩在哪里 就是说他赛上为什么会 对那些数字绕来绕去那么感兴趣 他有一种涂色化的那种 形式的美在里面 而这种形式美 当然赛上不一定就是想到了穆斯林 但是他一定见过哥哥的教堂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说这恐怕也是一个 大史学家对于 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评论当中 很罕见的一种 就是聊聊术语 我就觉得他发现了别人 发现不了 或者他别人 肯定能够意会到 好像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 或者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但是说不出来 他说出来 这就是夏皮罗 然后大家就还有一些 很高级的 就是说是 我就不再一一的去念了 因为这个是他对 夏皮罗有一个 这个 Jonathan Crowley Jonathan Crowley 是这个 是现在哥勒比亚大学的 夏皮罗 现代艺术与理论 讲习教授 他写的这个 几本 很著名的书 其中有一本是 我和这个 何宇高 教授 两个人合作翻译 叫做 知觉的玄志 知觉的玄志 写了 其实是 19世纪 70 80 90 现在的三位画家 分别是 马奈 修拉 和赛上 他用了 就是三张的篇幅 分析了 马奈 修拉 和赛上的 三张作品 然后这个 Jonathan Crowley 在关于赛上 那一张打开来 第一句话 就是说 艺术史家 夏皮罗 发现 赛上的作品 是那种 要求人们 要严肃地关注 要聚敬会神地看 要像对待听音乐一样 去聆听 或者去观看的艺术 他说 很少 很少世纪艺术 能够达到这样的 这种 对于人们的 注意力的这种要求 因为我们都知道 欣赏古典音乐 你如果不拒绝会神地 去听的话 那个主题就跑掉了 对吧 你这个主题 根本就捕捉不到 他的这个 他的 他的 他的调子 在变化 他的色彩在变化 在不同的乐器上的变化 然后 他的主题又回来了 你根本就掌握不到 你必须得 聚敬会神 然后你才能够跟随着 这个乐曲 而原来 在思绪艺术上 也有这样的一种要求 就是赛上的作品 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要求 所以他这个讲 他给了我们一种拐权 艺术品的印象 就是 假如克拉里 他在他自己 关于赛上的著作里面 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艺术史家夏皮罗 认为赛上的作品 需要我们出神的去观看 就是迎神的观照 要减重注意力的去观照 要允许我们严肃的一种 专注的一种关注 而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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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就够了 看一眼是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OK 再讲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特别是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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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这个 圣舞一个多山的时候 我被他的这个 Express是这样的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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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强大的能力 所震撼 这个当然已经超越了 形式分析了 就是他是 把形式分析作为基础 同时呢 又和这个 传统的图像 制图像学 精神分析 还有当然就是 Express 我们很难说 他是准备哪一种 因为他就是希腊人 用语言来描绘 一个图像的一种 一种 秀持法 Express 然后我突然 他这里边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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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了 就是这个 你像看 面对赛上这样的 这个强大的是 维尔多山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 怎么来形容他 怎么来形容他 他说 这期生命的暮年 山上的画作 变得激情洋溢 自由奔放 达到了 欣喜若狂的 灵界地 标志着其早期 罗曼蒂克的 紧张的张力 请进展的张力 以新的形式回归 他不再是人类暴力和欲望的 激动人心的精神图像的画作 而且一种大地 山轮和天空 在同一种赞美歌 一种在色彩 在巨大尺寸的 丰富色彩的高潮中 围在一起的 暴风 咒语般的狂想曲 这是一种 令人想起 贝多芬的音乐的 完满性的 不可应付的书情 就是说 如果你听过贝多芬 这两个月 你听过他的第七 那种欢乐 如果你听过他 哪怕是第五 有点这个通俗了 但是在第三和第四月章之间 他一开始在找 我要找这个出路 我找这儿 走几步走不通 再找另外一条路 再走走走走不通 再找另外一条路 再走走走走不通 最后被他 被他找到那个路子 一下子爆发出来的那种情感 第三第四月章之间 这个过渡 然后这种感觉 然后 哇 我在想看 我明白了 就是赛场为什么晚年 这个这么强大的这个画面 点点那种感觉 是贝多芬的 一定才有可能的一种 一种 一种 这种情感的爆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说虾皮罗 这个我不是说 艺术史家或者艺术批批家 只要会写漂亮的 抒情的语言就可以 绝对不是 因为他 我举的这几个历史 他前面有非常强大的 理性的 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个分析在了 然后顺便也举几个例子 就是他超越了一般的形成维系 然后他把 他对于赛场的作品的理解 更多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 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 向赛场的致敬 是塔威尔 这个 这是一个赛场研究 领域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他写了好多 关于赛场的著作 最有名的就是这两本 最有名的就是这两本 然后他的重要的贡献 是在于 他是跟洛兰 跟雷瓦尔的一样 就是走遍了 这个赛场画过的 风景的母体 怎么意思呢 就是赛场画过风景的 这个地方 他全部去走过 然后尽可能是在赛场 画画的那个角度 视角 甚至在赛场画画的 那个时间点 拍摄了照片 而我们都知道 雷瓦尔德和洛兰 拍的都是黑白照片 因为他们20以上半夜 而这个帕威尔 是在70年代 从总的一遍 拍摄的都是彩色照片 而这个彩色照片 跟赛场的风景 画一对比 那当然更有这个可信性 因为你没有色彩 毕竟是个遗憾 因为赛场最了不起的 就是色彩 所以 但是呢 这个帕威尔 他是说 关于赛场的形式的观点 专举了赛莱 赛场这些画画的发展的主导 我在序言当中 就引用过这本书 我从此书中学到了很多 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 对此书的阅读当中 他对赛场使徒发现 自我的观察是如此敏锐 他对赛场画作的理解 是如此公正 帕威尔在他的书 一上来第二页 就先感谢了富莱 然后他后面过了几页又说 富莱实现了一个罕见的壮举 实现了一个壮举 传达出对赛场的性格 及其画作的一种 敏锐而又权威的理解 他是我们相信 在读过他的书以后 我们对这位画家的理解加深了 所以帕威尔一生是个画家 尽管他也在大学里有这业 就是他的这个神业很有意思 叫寓作与心理学 就是说心理学 他说的是心理学和医术的关系 他在这儿八成在加州大学 这个是教授 所以这是他在 你看他很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这条线 所以我说这是像富莱自尽的那条线 然后他还说 他的这两本书都不是艺术史研究 这个也吓我一跳 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家 但是他说 我这本书只在分析和批评 而分艺术史 Analysis and Criticism 然后他说 本书是一种批评研究 这是两本书 前面一本是叫 Sazam Landscape into Art 后面一本书是 Sazam The Art The Eye and the Mind 本书是一种批评研究 是一种批评研究 Critical Study 而不是艺术史研究 所以我就在想 文度里为什么会说 艺术批评是将 艺术品理解为 艺术的唯一方法 一开始我以为 这个文度里说的有点 有点过分了吧 怎么是 艺术批评是将艺术品 理解为艺术的唯一方法 我都不敢说 我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研究过 花了很大的精力 研究了西方的 现代艺术批评史 但是我不敢说 艺术批评是将艺术品 理解为艺术的唯一方法 但是我现在 为什么要引用它呢 因为除了帕维尔 这两本书 他都说 我单纯靠分析和批评 就可以写一本书 而不需要做 艺术史的研究 艺术史的研究 你要比如说 他的生平 他的传记 他的家庭 他的时代 等等 他都一更放弃 他只说 我面对作品 我进行分析和批评 就OK了 那么这让我想到了 为什么会这么 文杜理 为什么会这样 讲这个话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确实是将艺术品 理解为了别的东西 而不是理解为艺术 比如现在流行的 美术考古 他把这个 他把有可能 把艺术品理解成了 一个考古对象 还有比如现在 这个世界文化研究当中 非常流行的叫做 以图证实 用图像来证明历史 也就是说 把艺术品 居然理解成是一个图像 而这个图像的 作用就是 能够证明历史 还有一些学者 跳出来说 图像不能证实 完全是反对的一个角度 但是他的思想结构 是一致的 就是一正一反 但是思想结构是一致的 还是把这个图像理解为 把艺术品理解为图像 而图像是证明历史的 或者不能证明历史的 一种东西 图像证实 我们现在去 我观察去看一个 一个博士生的美术史论坛 四分之三的 在谈墓葬和考古 还有四分之一留下来的 也都不一定是 是跟艺术品的品质 风格 形色相关的一种研究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是 这种 这种好像已经过时了 因为过去我们 因为过去美学 把艺术史都理解成 是美学的研究对象 然后谈的都是过分的美学 但是现在有教往过正 就是把美学都一脚踢开 就认为凡是跟鉴赏 跟风格 跟形式有关的 一直不谈 我谈的是 所以我认为这个教往过正的 又不好 当然就80年代就是用美学来代替 艺术史设也是不对的 因为艺术史是一个很强大的学科 在美国有200个艺术史系 在欧洲有300个艺术史系 艺术史是第二大人文学科 在欧美 而美学只有才几个人 哲学系的几个人 哲学系如果有个20个人的哲学系 是欧美可能是最大的哲学系了 20个人的哲学系里面 可能有两个稍微带点美学的就不错了 研究一点美学的 所以这个情况跟国内确实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认为的就是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一种是用美学来代替艺术史 还有一种是现在在艺术史研究当中 就忽略美学 忽略反思跟审美价值跟品质 跟这个判断有关的 他一律不谈 因为他最后做了一个报告 最后一堆材料 我参加过几个这样的会议 最后发现我不知道他要谈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最近我突然发现这个艺术批评很重要 因为艺术批评确实是把艺术品至少是理解为艺术的方法 规定是唯一的 但是他把艺术品理解为是艺术 也就是说他是艺术本身 而不是把它理解为是生命历史的材料而已 就是一种外部的材料 一种被人家用的东西 所以艺术他有他自身的东西 而他自身的东西就是 和他的这个形式和他的风格和他的审美价值 特别是这个quality品质是有关的 但我们放弃判断 放弃这个评估 evaluation 那么这个所有的材料考古材料都一样的 这个你很难说青铜器比那个 比那个什么这个一把锄头更好 因为这把锄头所表达出来的这个考古的信息 可能比那个青铜器更多 至少在反映社会底层的时候 因为青铜器是贵族王家才有可能用的东西 所以说你确实是这里有很多问题 当然就是我当然是不展开了 因为这是这也不是我要讲的主题 但是我这里插入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批评的重要性 批评是将艺术品理解为艺术的 因为它理解为艺术本身 也就是理解为形式 风格品质 这些问题的 而不是说是别的东西的材料 别的东西的证明材料 别的东西的考古材料 帕维尔这个主要的贡献 我认为他主要是纠正了洛兰的一个比较 就是也是很 洛兰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最早拍摄这个赛上的这个 母提照片的一个一位画家 他而且写的这个赛上的构图 影响是简大的 我今天没有咱们谈这么说 是因为我考虑到帕维尔会提到他 而且我把他作为帕维尔的一个 一个就是论辩对象来对待 因为这个洛兰他提出了一个 就是他研究的这个赛上的构图 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赛上以某种类似早期立体派的方式 运用其空间 他接力的拉平空间 放大遥远的对象 把各个平面堆递起来 这样他们就显得比线色中的后退更缓慢 更缓慢 从而讲后退的对角线 温和的吸收进一平线之中 其效果成了赛上的素描 设计一种几乎以科学透视法 完全相反的透视 所以陆兰这个观点很重要 这是在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都认为赛上有一种独特的透视法 而这套透视法启发了后来的立体派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其实人们是用后来的这种视野 去反观赛上 所以我们要回到赛上本身 而不是用不加索来看待 所以帕维尔的新建是说 他说陆兰对赛上作品空间的观众仍然受到欢迎 但是他总是将赛上作品的空间 视为与视觉数据 这些截然不同的倾向 如今显得过分了 总之他现在 帕维尔自己这本书 现在的证据状态 当然表明相对最小的空间变形 是有的空间变形 有一些变形的 并且认为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变形 但是并不是一般性的服务于 采拿一种新的透视法 所以他没有一个一般性的方案 赛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方案 而是服务于创造一种 与每幅画的特殊性相关的 知觉融贯 连贯 连续性等等和平衡 也就是说 赛上的那个透视变形 不是要变形而变形 就是说没有一个一般性的方案 而是取决于每一幅画 它的特殊事情 所以我认为这件非常重要 这是他的著作的最有力的 其他几段我不念了 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和洛兰的分歧在这儿 就是赛上画了这样的一个母题 这个母题是帕维尔这间 70年代去拍出来拍的照片 然后右边是赛上的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按照这个洛兰的看法 就是说这幅画 特别是左侧的那个悬崖 或者是那个 那个那个至少是那个 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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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峭壁吧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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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壁吧 三壁吧 他在照片里边 或者在我们的正常的视觉里边 是望后一延伸的 他是一条道路嘛 是吧 他望后一延伸的很清楚 但是赛上的画里边 把它变成了就是变成了 下面几条是一条 原来是一条斜线 它变成了一条水平线 就拉过来了 那么按照洛兰的分析 就是说赛上这是他典型的 一种空间的压缩 一种空间 一种一种一种透视变形 但是帕维尔认为他不是 赛上帕维尔认为他 这幅画的最大的要点 不在于他的空间变形 因为空间形成 他没有太多的变形 而只是赛上发现了这幅画 缺少一条水平线 来使得这幅画里边 大量的这些对角线 能够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 因为那些屋顶都是对角线 那些屋子房屋的 左边这些屋顶 然后背景里面那些三体的斜 三体的斜坡也都是对角线 这样的话就是缺少一条水平线 能够跟他来 垂直线是有的 垂直线那些房屋的墙壁 就是垂直线 是OK的 但是没有水平线 几乎没有水平线 所以赛上他就把 这个悬崖就化成了底下的 基本上是水平线的方向这样 把它硬的搬 就翻过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帕威尔很有道理的一点 就是说他可能不是 吻合赛上的一个 一贯之的一个透视变形 而是为了这幅画的独特需要 而做的一个改变 因为正好这幅画底下 他有很多赛上的 起稿的时候的一些 虚线没有完全隐去的 所以帕威尔就发现了 悬崖底部的画壁当中的 铅壁的痕践 表明了他试了一条向上的线 对照片道理当中 可以见到图色线 试了一条向下的线 指示着道路指示上的倾斜 最后确定在水平线上 所以如果我们介绍他的意图 是要这样的悬崖扁平化 那么这个决定 也不是反射性的反应 也就是说不是说 赛上一贯是这样的 就是一贯是这样的反应 而是经过了考量的判断 他经过了这三种可能性的 每一种的优点和缺点的考量 最后他选择了 他的选择的主要的优点 并不是他扁平化了空间 而是创造了清晰的垂直和水平座 许多细小的对角线 因此得于提供动态的对比 我认为这个帕维尔的这个说法呢 要比这个洛兰的这个说法更加令人幸福 令人相信 然后这个更加有意思 就是这个涉及到赛上后期一些作品 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透视问题了 透视也有啊 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帕维尔拍的这个照片 和赛上的这个这个瑞士的这个湖的这个画作当中 你可以看到赛上湖对岸呢 是明显的拉近了 明显的拉近了 这个我在北大曾经 不是做过一个关于赛上的这个演讲 而是在一个会议 学术会议当中 我引用了帕维尔的这个照片 和赛上的这幅画 当时的这个评论 这个北大的李松教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是说这个帕维尔用的是什么镜头拍的 因为赛上的这个画面明显的就是拉近 而那个照片似乎是远的 当时我还不能回答他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研究的那么深 所以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个李松教授 就是帕维尔用的就是35毫米的正规镜头 就是所谓的常规镜头 他这个视线一般都集中在 就是我们视野的最前方的45度角 就是最清晰的45度角 然后除非他要刻画一个很远距离的对象 他会更加这个视野会更加收缩 但是他不会一般都不会用 不会用我们所谓的广角镜头来 射入他的这个光景 所以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有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的理解 帕维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但我认为这个更有意思的 不在于帕维尔的解释和他跟洛兰的分歧 而在于他使我们看到了赛上晚期作品的 所谓的这个结晶效果是怎么来解释 为什么把一个外部的世界化成了像结晶体的一种效果 像在水晶一样的一个个一个个晶体的一个一个个切面 一个个切面 我翻译的那个Jonathan Crowley的那个 资局的悬置 对于赛上后期作品的这个晶体效果 有很强大的解释 我认为可以补充这个洛兰和这个帕维尔的这个说法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帕维尔说这个照片拍摄于早晨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 而这个也是吻合赛上的做画的通常的时间 因为赛上很少在中午画画 也怕一般在早晨和下午或者下午交晚的时候 也就是傍晚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在户外光线比较适合于画画 中午的时候光线太过分强烈 不太适合画画 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就是 帕维尔的照片里面其实没有拍到这个树上有光线 因为它是一个巨大一笔的树 它上面的这个树罐很大 在一天当中我估计没有几个小时 它这个太阳光会打到这个树干上 在其他的时间这么大的树干 它这个太阳你十一点钟以后十一点钟 到了升空到当空的时候 它一定这个树干一定在阴影里面 所以我就不知道 大家我现在没办法去 我也许将来会去问一下这个帕维尔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照片 因为他拍的九点钟的照片很明显 和树上的光线效果不一样 光线身上的照片树上的这个是有明显的光亮 它在这个对岸的这个山谷里面 它是用了暖色调来画的光线 它对于这个城堡的这一面 用暖色调来画的光线很明显 但照片里面光线的效果 城堡上是能够看得到的 但是当然不像赛上那么强烈 而赛上的倒影又是怎么解释 因为它这个湖面其实是没有这么清晰的倒影 对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悬而未竭的问题 还没有结论的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最后一个我要更快一点 就加快一个速度 就是向赛上致敬是Carol Carol Armstrong是一个一位清静的学者 他是这个Thomas Crowe的这个博士生 Thomas Crowe又是T.J. Clark的 Tim Clark的这个博士生 所以Tim Clark培养了大量的这个学生 在研究这个这个现代艺术 这个是Carlo Armstrong这本书的主要的优点是 我认为是他并不是完全写的是这个 像富莱之间 因为他是除了富莱甚至其中一张的主题以外 他在其他的章节里面 他分析了这个 他分析了这个梅罗庞帝 他分析了其他的一些学者 对于这个富莱的 对于赛上的这个研究 那么我今天当然不谈其他的 我只谈Carol像这个 Fly之间的那些那些地方 比如说他讲到了一点 就是他说这个高桥果盘 暗示了赛上艺术当中 有什么样的时间经验 花了九页的篇幅来处理这幅画 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时间被扩展了 观看和阅读的时间 循环往复的时间 圈子的时间 而不是线性的和结实的时间 正如格林伯格会做的那样 因为格林伯格老是对艺术史当中的一个既定的时刻 或者艺术家的作品的一道两个段落 简单的一撇 他做出一个断语断言 意味着对于印象派的时间空间化的某种倒转 印象派他把时间空间化了 因为印象派在那里因为画面等于一个观看的瞬间 好像是想要排除这个时间问题 他把时间空间化 从而转向空间的时间化 在那里的画面在一种观看行为的凹筋突出 折叠展开 说所以延伸 观看行为在时间当中发生 特别是好像我们在观看赛上的作品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种体验 强烈的体验就是好像在观看画家在画画 因为赛上包括他暴露他自己的笔触 好像我们能够跟随他的笔触 建立起他的这个画面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 这也是卡罗尔至少在他的这个关于这本书的 关于弗莱的这个这一章里边的一个主题 是关于这个就是赛上的这个会话当中的时间问题 以及他就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现代主义对赛上的理解 就是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一条单线折线发展的时间 复莱对单线作品做了如此农场的分析 请求原谅 这是在他第十章 复莱自己公开的说 我对赛上的一件作品就做了如此农场的分析 独则一定是厌倦了 就像现在的听众已经厌倦了一样 这个沈老师怎么会对赛上的怎么 后来的时候怎么会讲不完呢 我也赶紧讲完 因为这个我要请求原谅 因为我已经超过时间了超时了 但是呢他说最终是为了抓住赛上 霸出了真正的实证 这个他关心的是后来那种解释的 缺制网络的性质 以及出现在他的宽怒当中的宽怒当中的 时空胶着 对赛上努力在龙墨中彩的画笔的物质性 与对象的轮廓性之间 折现与曲线之间 对象的重力存在与画面的质体之间 调停的这样一种反复的描述 这是又是在Kentwell解释罗吉佛兰 然后他又说我想强调的是 观看单件作品所画的时间的方式 瓦解了前卫主义 时间主的线性 更不必说瓦解了切实性的印象反效果 事实上还瓦解了禁止的永恒性 因为一直可以上述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时间的 图画空间的无时间性都被瓦解了 因为复来在九页的篇幅当中 对高教伙伴所做的分析 尽管肯定是不经意的 却想要建构相对宇宙的歪曲时空 我将在以下课上当中回到这个主题 事实上他的第二章叫Sedon's Gravity 就是这本书的标题 第二章也是第二章的标题 Sedon's Gravity 这一章当中处理的是 爱因斯坦与利奥帕德 因菲尔德合作的物理学史 并且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来解释赛上作品当中 时空交叉的问题 OK 这个有点难了 然后他说一次同时 通过他的自己的观看世界 他提出观看单件作品 分别是赛上作品的行为 并不会臣服于 事实上是干扰了 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年代学 艺术史的时间组 或者是现代主义的目的论 所以这个是最近几年 人们在讨论的艺术史的 这个时间组的问题 这个前几年 这个Nagor和那个Christopher Ward 就是刚才讲到的 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们俩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就是叫做时间的唯一复兴 因为唯一复兴在人们的理解当中 都是从初期到盛期 然后衰落 它是一条时间线 所以人们在讨论这些问题 包括去年 这个乌宏教授在梅隆做的讲座 是讲中国艺术史的时间做的问题 时间线的问题 时间年代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都比较是一个当下 比较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卡罗尔也意识到 这个 弗莱的研究 跟梅隆旁地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个 交集 但是不完全一样 因为 当然也跟 也跟这个 后来的这个 夏皮罗所讲的这个 赛上的无意识的不一样 因为弗莱也强调了赛上的那个 压抑和无意识 但是 它主要是 还是来自于 莫雷利和贝能斯所说的 表现在书写当中的这个无意识 因为人们的 画画的这个写惯动作 这个书写当中这个无意识 这个毫无疑问是 是最能够 鉴定这个书画的 真伪的 一个 一种鉴定家的演过 然后 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赛上的曲折 等等 我不念了 最后我用那个 Richard Schiff Richard Schiff 他的那个 Sazone And The End of the Impressions 在上和印象派的终结 这个书的一段话 Schiff在这儿 他致敬了 Maya e Shapiro 而 Shapiro又致敬了弗莱 所以 他就串起来了一条线 他说 后来 Maya e Shapiro 追随着弗莱 采用了这样的一条 分写路线 他也强调 艺术家的视觉乃是一个过程 Sazone 放弃了传统艺术的透视体系 并赋予了事物的空间 以一个手工创造的世界的这样一个面向 他一点一点的把连续改制造的东西放在一起 而不是提供眼睛在一种协调的一批当中完整的东西 就像在维一复兴 那种现成的几何透视所看到的那样 赛上的方法不是一种 事先预见的目标 一旦达到就能够允许他千而易举的创作和结束 他的艺术是不断的探索和成长的典范 好了 我的讲座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